哈哈哈 大家好 欢迎回来芒向编辑报的《笑声芒新闻》节目时段 今次有我许杉 另外有我们的易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有关于昨日警方再虑捕了两个人 都是牵涉在JPEGS这宗的诈骗案件里面 而这两个人都是男性 其中有一个就是29岁TVB的艺人 郑俊熙 话说他是不是很出名呢 我看回我们帮友和听众的留言 我想八二左右 八成都不太知道是哪一位了 剩下两成左右 真的非常厉害 我觉得你应该是电视收拾的 才会懂得这个叫郑俊熙 我自问自己也叫做天天有看TVB 当然不是那种坐在梳化里 坐着电视这样看 只不过是开着电视听到一些声音 听到一些新闻 所以我对那些什么KLFA 明星 完全都不熟悉 虽然我有看 想不到有网友真的认得出 很厉害 给个赞你 有点地方也要纠正 原来昨天警方把他两格保时捷 都带走了 加上约值了400万 听到数据就相当夸张 亦有些听众留言 可能TVB里面有些隐形富豪 或者什么隐形富二代 什么代 什么代 这个不知 看他住的地点 还未见得是高尚住宅区 或者什么高级地段 我想他仍然应该在警署里交代 和JPEX之间的关系 还有他又弄了一些币圈一周 这次不方不币 他这次是币了 但是另外 也引申出另一宗的 花边娱乐新闻出来 都挺过瘾的 我们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吗 好 话说这位 郑俊熙 我们先看看 他的样子 现在虽然他被很多媒体 拍着他昨天黑暴蒙头的样子 你看他的样子 看到有不少的听众都留言 为什么他要戴着这个黑色的头套呢 我估计他可能昨天没有公开 还未睡醒 已经被警方拍门 说要来拘捕他 可能我看他头像是弯毛的 发型可能像是穿巢那样 面目又浮肿 又有黑眼圈 骚又未看 你猜一下sir 还会这么有空 等你在这里吹起头 弄好粉底 弄好了 再换回衣服 好像出来做show 这样才能带你上警车吗 当然不会 赶快跟sir走 你觉得sir很有空 大笔是做的 所以他都选择用一个黑色头套 可能会比起他 当时的样子会更加好看 虽然你说用了黑暴蒙头很好看 我看到一些人问都挺有趣的 就说有没有分尺碼 这个好像不太合尺碼 应该没有分尺碼 是照道理应该是够大的 不过明显就是这个头套 好像就over size了 对不对 你看他的眼睛 不是很对的 哈哈哈哈 现在不是敷面膜 就是面膜 你们都很讲的面型 弄得对不对 位置开得漂亮不漂亮 不过挺有趣的 我看到他 弄到头上 好像顶起了 又不是骑老鼠的耳朵 好了 我们进入花边的范围 马上有媒体再报导 话说原来他跟TVB里面的另一位女艺员 叫林永彤 Bella 就齐齐牵涉在早前一宗公众地方行为不检的案件 两个 即将要在明天到屯门法院提堂 大家即时想到 咦? 林永彤呢? 如果大家有看安乐祸 我自己比较多看安乐祸 所以我也很有印象 我看到林永彤 他出来介绍一些 物业、单位、住宅 我都觉得挺好的 他做得都算可以的 或者他形象来说 也没有什么古怪的 因此 你说他和这个郑俊熙 公众地方行为不检 马上 令大家有很多遐想 一男一女 究竟有什么 在公众地方行为不检 可以做得到什么 千万不要立刻这么深邪 就算早前 我们看到九龙城 潑水截的时候 有个永久 连同那群傻佬 一起用水枪 追着SIR来吓 追着TVB的记者来吓 其实他这样做 都是公众地方行为不检 拘捕的罪名都是这样的 所以也并非 立刻想起男男女女的事情 我初初都以为是 你知道了 阿希哥有这么漂亮的保时捷 当然有什么女孩被他混合了 这么巧又这么不幸 这两个人 竟然涉及行为不检 怎可自然让人联想起 会否到了飞鵝山和这些行为 或者和你说 那个扭力很棒的 的事 我们去山路 increase回来 但再也订回到飞鵝山 飞鵝山山路也很贴 还上去呢 口干icherung 停在一旁,在车里拿瓶水一起喝喝 吹一下梁峰 哇,人生一大快事 好了,我们回来了 究竟发生什么事呢? 原来就是郑俊熙和林泳桐 早前,不知为什么 相当关注一宗约义案 这宗约义案也牵涉了一个小妹妹 话说,这个小妹妹早前也被安排在大埔的拿打素医院留医治理 在今年的8月2日,这个小妹妹的妈妈姓鲜 再和Bella、郑俊熙和另外一男二女伴大人一起去医院 说要去探望这个女孩 不过,可能真的牵涉到一些保护儿童及青少年的命令 所以,社工和医生都拒绝了女儿和妈妈的要求 刚才我们也说到,除了妈妈之外 也有郑俊熙,再加上林泳桐 另外还有再多一男两女 气势相当强盛 似乎在这样的情况下,即是代表妈妈不能去见这个女孩 或者可以叫她的女儿 因为有这个保护领 双方就在医院的范围争执 说女儿和妈妈和郑俊熙的情绪非常激动 还在那个走廊大骂 医院方面说,对于员工也好 病人也好,就造成这个滋扰 最后,搞到社工也要去报警才行 警员很快去到现场调查 随即以涉嫌公众地方行为不检的罪名 拘捕了他们一口气半打人 这样? 这里就是一件事 来清一下,究竟因什么事 他们两个会犯了这样的罪名 可能也要澄清一下 并非什么飞蛾山 但是另一坛也是麻烦的 话说林永彤和郑俊熙 都有在节目里合作 所以他们私底下也好 表面上也好 其实都是朋友来的 否则会牵涉到刚才我们所说的案件 过瘾了 马上被人找到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郑俊熙在诈骗的案件里 怀疑他不见得光的行为里 得到财产 所以就可以叫买靓车 或者有什么生活等等 现在就说回他的朋友 Bella 为什么在今年的年中左右 就叫做忽然富贵的呢? 马上给大家两件事就联系在一起了 你看 手袋都名牌 不单是这样 大家看看 拖鞋也很贵的 突然富贵 会不会是 拍到好码头呢? 比过关照? 这个是很容易被人在 新闻上扣在一起 就会叫联想得到的 这些街外钱 是不是? 随便吧 Bella 拿去洗 我们看到那些照片 其实都很刻意 拍到自己的手袋 自己的名牌 我自己自问 我很怕这些照片 为什么? 为什么? 就是你太过分 你看一看 尤其是那些小肺包的那些 很多人 这样拍完之后 就变成了 有一种的 网络上 带给一些女性的一种压力 觉得 我拍照 是不是要有一种这样的 影法 别人才知道我 是叫做富贵 去到原库 你看一下 其实他拍这些照片的时候 他不加一个手袋 其实是可以的 你何必要加一个手袋 这样扔着一块 然后又不知要夹着 这个拖鞋 但是 我自己觉得是超级了 就是你穿着凉鞋 像Christine Dior那样 对呀 大大只字 方式你不知道 你对拖鞋是很贵的 是不是? 很刻意 这样被人觉得 哇我周身也有一些名牌 去到点缀 还是怎样 是的 其实呢 他现在 你看到他 又这么富贵 会不会是 跟他过往的身世有关呢? 话说 为什么又被人觉得 他忽然富贵 或者这样的身世 那个关联在哪里 马上又再给媒体 叫做再说回他 其实大家都知道 甚至他搞了钱 都跟爆起症 再重逢 合照 话说 他很小的时候 出生好像没多久 爸爸就 类似婚外情那些 就离开了他们 变成单亲家庭 又有 姐姐 还是怎样的 变成了个妈 就含身如虎 带着他们 不过就说家境不是那么好 甚至乎 带着Bella 恒乞 所以就有当时的爆起症 去访问过他们 就是在他小小的 因为小小的时候 那时候Bella也挺有趣的 那个样子 如是者就做了一个同性 慢慢慢慢继续做 做娱乐圈 就做到现在这么大了 看到Bella 林泳桐 现在其实已经是30岁了 那马上就会觉得 你小小的时候就 妻惨了 大大下就叫我这么富贵 那就好了 很多人就会想 你做了什么安乐卧 平时又不觉得你有什么 工作的 又不觉得你有什么 特别的工作机会 又不用回去内地拍剧 又没有什么登台表演机会 你为什么会忽然那么富贵 就被人计算一下 加一下他的手袋 什么之类的 那里起码都超过10万 其实我发现 他的故事 其实是挺励志的 你看 小时候就和妈妈在一起 妈妈是带他去什么 去街边行黑 现在长大了 赚到钱 连对粮蟹 都几千元 真的明显是发达 这个应该是励志故事 对吧 有时候很坏的 人的事情就会想 为什么他会有这些呢 他的途径是怎么回来呢 老实说 就是你说 二手啊 或者是 自己呢 弹道回来 买回来 然后就等媒体有些机会 就是看到他这些手袋 然后说一下他 富贵了 还是怎么样的 如果呢 你经常都没人对他这样的话 哪里有品牌会愿意找你啊 对吧 那倒是 起码都要在相片上拍出来 那我们俗语有云 就是叫做 坎坷过后又停舌 真的坎坷的 你看他 小时候 妈妈拖着他 他在街上行黑 爆起症 还访问过他 的确实是惨的 不过现在人大了 生性了 赚到钱了 发达了 上岸了 我相信他妈妈 现在应该是老怀安慰啦 是不是 见到现在那个 社会的现象 是挺扭曲的 你 做了些什么的工作 或者有些什么演出 大家不是一个焦点 反而呢 是焦点 你身上用着什么的名牌 而去决定你 究竟是不是叫做富贵 不如你看 那个社会 很离奇 当这些媒体 这样写这些标题 大家就会变成 好去追捧 就会觉得 咦 我是不是都好像 Bella那样呢 现在社会的标准 是不是要这样呢 就是做这些小肥包 这样夹住 科学也叫做Christine Dior 也不会太过重 但是又要被人一瞬 看到你是用什么牌子 还是怎样 其实我们要看 就算他 一个 颈子的吊嘴 也是Christine Dior 可能这些包包也是 你看 尤其是这些喜茶 门口的照片 很流行很流行的 其实老实说 你不夹这个手袋去拍 是会更好看的 是要被人看到你的手袋 看到这个牌子 这个手袋挺漂亮的 重点是要看到你的名牌手袋 我不知道 我很害怕 很害怕 我想作为艺员 他需要多拍一些照片 从而吸引多一些工作 会不会这样 或者可能等一些高档的品牌 就可能会去找他都不顶 没理由找来找去 都是那些 沙波冷餐 电器 或者水煲 微波炉 安乐汪 那些皮 都想找一些 厉害的东西 这就是一件事 你说他跟郑俊熙有没有什么关系 大家有没有太多联想 我觉得你有没有正母居 你这样冤枉他 会不会是希哥送给他的 支援过他什么 支援 换作 怎样换作呢 可能给什么闭的圈 什么闭的那些 会不会呢 哦 不过我又觉得 又不像 不像炒币 因为过往来说 我没有透露过他有份炒币 只不过是 跟A哥有一宗案 是一起 一起涉案 是吧 我们仔细看看 究竟 Bella 还有没有能够 背这些手袋出来 如果 他忽然间没了这些 手袋 这些名牌 忽然折袋 那就糟糕了 代表他 可能是JPEX的 辅主 那就是 是啊 我们逆向来想 不要只想 他们有什么关系 好吗 好 OK 那好了 我们这次来到这里先了 好吗 好 多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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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